沒人請的老闆沒說的 骰子的十大米味到底是沾骰子還是頭子咧? 第一,四千年前的人就在那裡算骰子 在美索不達米亞旁邊的伊朗有個古城 Sharishikta Sharishikta是被 燒毀的意思 這座城市從西元前三千年發跡到沒落 總共被 燒毀 但是,草古學家在這發現了一顆四千年前的骰子 這顆和現在幾乎長得一模一樣的石頭骰子 推測是古老桌遊雙路棋的必備道具 也顯示了當時的人可能已經有了機率的概念 第二咧? 上帝乾杯好生骰子 到底人們什麼時候有了機率的概念呢? 難道是上帝開始的嗎? 舌頭生很大的愛因斯坦曾經說過 上帝不按骰子 因為他認為用機率來描述各種自然現象 實在是太荒謬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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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對他來說很不幸的是 根據量子力學 自然界可能真的是場骰子遊戲 第三咧? 骰子最關最關可以到120米 除了我們常見的正立方體1到6點的骰子 其實骰子的樣子還有百百種 從四面體、八面體、正十二面體 甚至還有四角化菱形30面體 讓點數可以從1到120 第四咧? 當風跟西風的骰子不一樣 這是常見的骰子 這是西方的骰子 除了點數分佈不一樣 常見骰子的1、4點 才會被點成紅色 據說這是因為一次 唐玄宗和楊貴妃玩骰子的時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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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呀~~~ 順利指出了想要的4點 開心的命太監高麗士 把4點畫成紅色的 至於1為什麼是紅色的 這...還是個謎 第五咧? 紙骰子即使沒公平 公平的骰子代表每個點數值出的機率一樣 但常見的骰子常是將圓洞刻痕在正立方體的材料上 這代表了大一點點數被挖去的體積較大 那一面比較輕 點數少的那一面比較重 以至於重心容易往點數輕的方向傾斜一咪咪咪 讓小點數容易面向桌面 而我們則是看到了大點數 第六咧? Casino的特製骰子 在一秒鐘幾十萬上下的賭場 任何的老千都被極力防範 骰子當然也不例外 為了避免骰子每面出現的機率不一樣 賭場裡的骰子要特別定制 邊角要方方正正 避免圓弧滾動時歪斜 用透明的材質醋酸纖維素 避免有人在骰子裡作怪 骰子被挖上點數洞之後 不會只有塗色 還會再讓同樣密度不同顏色的材質補平 讓每一面的重量都一樣 但一山還有一山高 你還聽過哪些賭場的作弊方法呢? 第七雷 台灣人的骰子遊戲 十八道啊 這遊戲是在大湯碗中放入四個骰子 接著滾動骰子大喊十八道啊 當出現兩顆同樣點數的骰子時 加總剩下兩顆骰子的點數 數字大的人就獲勝啦 當沒有出現一樣的點數 或出現三顆一樣的點數要重值 但如果四顆一樣 則無條件獲勝 許多人會好奇 為什麼十八道哇 不是指三顆六點的骰子 而要有四顆骰子玩呢? 其實是因為十八 有原住民語四的意思 另外玩十八道哇的時候 建議與香腸攤一起使用 贏了香腸攤老闆 都獲得一根香腸 然後再拿香腸賭香腸 是以前小孩培養歡笑 如賭毒性和發跡地啊 第八 賣鹽牆的老闆十八道啊耍老千 想要靠賭香腸歡笑不容易 因為老闆比你還會指骰子啊 不是因為他是周潤發 而是有少數的老闆 會在骰子裡灌金屬 這些像城攤的桌子裡面鋪著線圈 當黑心老闆按下通電 產生不同實力 就可以控制骰子轉的方向啦 第九位 黑皮也來算十八道啊囉 想要玩十八道啊拿香腸 快到黑皮的香腸攤 這裡沒有鑄臂的骰子 只有特製黑皮骰子 沒有黑心老闆 只有會幫助你的黑皮老闆 所有道具塞進熔布黑皮的肚子裡面 平常是玩偶 隨時能開玩 第十個 原價六百九 手刷限量一千組特價四九九 再送香腸小布偶 現在預購下個月出貨 想看食品的話 就來4月26號到4月28號的文博會 也可以搶先預購 快來搜刮香腸攤吧 你若是看到有咬也 這裡可以訂閱按讚小鈴鐺 這裡留言處也有黑皮的香腸攤 預購連結 快來找黑皮生十八道啊喔